早兩天跟大家報告過 台灣的大老豪在花蓮出事 死亡人數最初是48人 後來升度51人 現在似乎是大約50人左右 到底多少人死亡 我們暫時還未完全確定 另外有百多人受傷 這百多人始終大部分已經出院 王志賢在他自己的免書裏面 發表了一篇文章 就說台鐵太魯閣這個事件是人禍 太魯閣出軌是台鐵40年來最嚴重的事故 這個比奇裏面 火車從無躲避 發現路軌上的工程車時 已經殺車 已經離不及了 鐵路迷恰巧拍到出事前十分鐘的車 鏡頭之下 戴著工作帽和口罩的司機 金晶火眼暗注視全方的鐵軌 直至生命最後一刻 袁秦修和助理司機 江沛鋒都是盡忠職守 沒有座位的夫婦 丈夫用身體保護著妻子 可惜從此就是天人永隔 在大難之時 見到台灣人的溫厚善良 看到在離難者的不捨 對著傷者的溫柔 幸存者並沒有真心恐後 而是幫忙彼此脫困 奮力尋找可能的生還者 沒有爭搶 而是互相傳遞救難的物資 互相信任缺乏有些什麼 這是我真切認知的 善良溫厚的台灣人 但是為什麼台灣人 總是有些得不到正確合理的待遇 為什麼原本絕不應該發生的悲劇 總是一次再一次重複 知道事情發生之下 我悲傷就說這是人禍 而政客是不會真正在意的 當然知道會被台獨出征 但是沒有地震颱風暴雨 沒有天崩地裂 工程車造成太老角號傷亡慘案 這個不是人禍 什麼才是人禍呢 2018年 台鐵的普游馬號 因為機管嚴重瑕疵 和要求班次準點 明知機件故障 但無法立刻停駛 最後在新米站轉彎出軌 18個人死亡 200多人輕重傷 事後我們看到日本零件的瑕疵 台鐵在安全和班次準點的猶疑 以及組織管理的嚴重問題 最後全部由司機和低階的官員 承擔聚責 日商至今都不承認自己有錯 台灣也都沒有心追究 當時的交通部部長 吳宏謀就是陳菊的外長 雖然下台 但一轉身就成為民主黨 發表位資產雄厚高達台幣七兆以上的 中華郵政局局長至今 罹難者更熟 要求改革台電的悲怨 不過是鏡花水月 無疾而終 在2018年到太魯閣之前 台鐵發生了好幾起嚴重的事故 只是死者都是台鐵的員工 交通部部長林佳龍 是民進黨派政國會的大師兄 過去也都跟交通或者工程專業 沒有任何關係 只是因為台中市長連任輸了給盧秀宴 所以蔡英文就給了交通部部長 今年一月台鐵的局長退休 林佳龍就讓常務次長代理說要穩定為優先 台鐵的事業單位也是公務機關 上級單位就是交通部 交通部是管理的 是監察者 交通部也代理局長 到底誰是球員誰是球證呢 台鐵附有滿足民眾交通需要的責任 所以不賺錢的班次和點和站點也要經營 但是呢 又要滿足很多政客選舉的支票 虧錢的路線就越來越多 工程的標案 幣案 屢屢增加更加多的成本 面臨高鐵的競爭優勢 但是要自己呢 捱住幾十年的財務和人事包袱 但是台鐵又缺人 缺錢缺捲管理 只有這樣的結果 原因就是台鐵內部 充斥著政治掛稅 敷衍的差不多主義 而不是鐵路專業的文化 反正因為專業沒有升官法財 只有政治才能夠榮華富貴 於是呢 台鐵竟然可以成為一個 完全沒有任何安全意識的存在 因為台鐵 不會不知道鐵軌是極可等脆弱 不能夠容許任何義物入侵 結果呢 在現場空泊清楚看到 工程現場就在鐵路旁邊 竟然沒有任何的安全為難 邊坡防護工程 本來應該就是1月20日完工的 但是延期去到4月20日 台鐵因為清明假期要求停工 但是呢 李二祥身為工地的主任 就走去工地還開工程車 他竟然可以把工程車停在邪路上面 人呢 離開了車 是不是平常就是這樣停慣呢 不理他有沒有拉手掣 結果就是一個工程車 一直滑到鐵軌上面 造成慘劇 李二祥說他人生結束了 自私的他 知不知道有51個人生命 因為這個悲劇殘忍地中置了呢 這個邊坡的工程是台電發包的行車安全改善工程 由聯合大地工程顧問設計監製 新東營造施工 但是呢 層層轉包之下 變成了小公司 議場工業社在這裏做 這樣 得到標的 新東營造 根本就借個牌呢 給不夠資格承包工程的李二祥 老闆李二祥自己還是工地的主任 他在停工日 進出工地 來去治愈 這又是什麼道理呢 而李二祥曾經是民進黨的黨代表 和他的前科女女的小公司 可以多年得標工程 只有一盒 負責設計監工的大地聯合 去了哪裏 台鐵身為業主 完全不管安全嗎 事故第一時間 台鐵的危機處理 竟然就是想定調 將責任倒向監造方 降低本局的負評 更可怕就是 台鐵記者會證實 台鐵合約 只規定外圍設為難 出入要有管制 但是呢 邊坡就在鐵路上面 竟然沒有明運要求 要做邊坡的圍場 工程界最傻眼的就是 沒有應該就是安全計劃書 和交通維護計劃書 和交通維護計劃書在一起 不理什麼工程 基本上都應該在一起 台鐵這個工程竟然沒有 這兩個計劃書 不是應該交由外部審查 由外部工程專家檢驗 看看計劃書 是否可以保護鐵路和安全呢 這個工程 現場緊急鐵軌 緊淋鐵軌 更有安全隱患 可以沒有防範移物 跌入鐵軌的任何措施 就搞一個工地在鐵軌上面做事 這次工程車 源自施工的變道 滑行了20公尺 就衝到鐵軌上面 如果按照正規的安全計劃書 建立鋼筋工程圍欄 工程車有可能撞到鐵軌嗎 什麼都沒有 一切隨便 是放水或勾結 全台灣有多少草間人命的工地 鎮壓在製造多少家庭的棲離子散 這個慘劇讓我們無骨悚言 鎮壓滿口扶龍 高科技 半導體 人工智能大數據 但是高雄氣爆 台鐵軌 普悠馬出軌 泰魯國號出軌 F5E失事 都是低級錯誤 都證明官員 官員是呼險了事和草間人命 便宜行事 呼險了事就好了 完全沒有按照起碼的標準作業程序走 按部就班 不偷工減料 就可以系統性地預防危險 防止人禍 但是為何就這麼難呢 因為沒有事 因為無法就事論事 因為專業完全不重要 政治是唯一的標準 因為是非對錯 不敵 意識形態和政治靠山 因為網軍帶風向 就可以保護政客順風順水登上天梯 因為我最愛善良的台灣人 為何只值得這樣的靜客 我想 中國的習近平主席 亦都對這次出事的 各位台灣人的同胞 至於珍慈的問候 請他們節哀 魯葉亦都沒有什麼好說 只是大家要明白 當你是用所謂選舉方法 產生政府的時候 那些政府是不願意放棄自己的權力 會用盡一切方法來攬住權力 而同時他們都知道 他們能夠控制的時間有限 所以在短短的時間之中 他們必然為自己的利益 去做各種各樣的動作 在這種情況之下 自覺的人 不一定是全心全意為人民 只是要通過一些幾十年的磨煉 真真正正可以找到好的領導人的政治制度 才能夠為人民做幸福 我們看看2020年 這是一個明顯的天災 一個疫情得臨 中國 中國短短三個月之內 將它控制到 我們環顧看看世界其他國地 很多叫做先進的國家 在他們的研究裡面 認為他們應付疫情的成功機會最高 能力最好的 今天是什麼 今天幾千萬人受感染 幾十萬人死在疫情之下 四個疫情之下